亞視地震,小花哭鳥 一次獨家不報,新聞部要道歉 隔了60天,穿深沉色的衣服,再一次公布死訊 因為我盡了我所有的努力,我阻止不了這宗新聞出街 生氣得要炒老闆猶豫,還要這樣說,就是明插成全放了各位 我也是看電視才知道這個消息 梁家榮一早遞了信,公司一直沒有挽留 直到上星期四,才跟他談離職安排 之後一天,梁家榮回去收拾東西 亞視新聞昨日一片哀愁,副總裁譚衛在埃曼禮會 也宣布共同進退,已經辭了職 有小花忍不住哭出來 另一位副總裁就會頂梁家榮那位 兩位據頭承擔責任,但黃精米勢致意脫身 立法會下個月復會會討論事件